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这里是音乐之都 街道上充满了华丽的气息 过去有个王室以这座城市为据点 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统治了欧洲长达六百五十年 那些拥有庞大财富的皇帝 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力 以绘画为主 将巨资投入艺术与文化 这个王室就是哈布斯堡家族 军领维也纳的华丽一族 这里是位于多闹河畔的辽阔艺术之都 维也纳 从十二世纪左右起 维也纳就因多闹河而颇为富饶 还有颇具中世纪风情的旧城区 在2001年被纳入世界遗产 位于城市中央的斯蒂芬大教堂 是维也纳的象征 拥有傲人的八百年历史 是世世代代的居民 在此祈祷的一座天主教堂 维也纳的主要街道 克恩顿大街 常常挤满了人群 热闹非凡 还有日文的导览手册 这座音乐会旅堂 据说是用宫殿改建而成的 维也纳好像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以及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但是我会认为 有些讨厌的地方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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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在这些讨厌下之后 吴连美雪是在这些讨厌的地方 也讨厌下之后 这些讨厌下之后 又必然有很多人的地方 诞生于维也纳的音乐神童莫扎特写的曲子非常受欢迎 在街道上也响起了悦耳的声音 这种被称为菲亚克的敞篷马车 是维也纳的特色之一 我们坐上马车游览这座古老的城市 在摇晃的马车上听着马蹄声 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中世纪一样 剧场还有皇宫 从这些风格独特的建筑物可以看出 这里曾经是欧洲的中心 维也纳文明于世的美的殿堂 就是维也纳艺术史美术馆 这家美术馆建成于1891年 以欧洲画为中心 收藏了许多从古代到19世纪的各式各样的美术品 收藏在此的众多名画 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们收集而来的 他们以维也纳为据点 建立起称霸欧洲的强大帝国 哈布斯堡家族控制欧洲长达650年 在维也纳这里绽放出了艺术之花 哈布斯堡家族原本只是瑞士的地方贵族 他们越上国际舞台的秘密 就是独特的婚姻操作技巧 其家训是 把战争交给别人 你和物产丰饶的奥地利联姻吧 哈布斯堡家族不是靠武器来打